成佛的条件 是把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 妄想是起心动力 非常非常的难 因为我们很微细的念头 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你怎么会断的 当然得不了 这个念头如果一断 设法界就没有了 所以设法界不是真的 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所以佛大臣经教上佛唱讲 一切发从心向神 这一句话重要 祝福的净土是西方极乐世界从哪来的 从心向来的 我们把心向断掉了 极乐世界也没有了 阿弥陀佛也没有了 你只要有心想 他就有 真从心向神了 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 不例外 如果我们心地球上居住这些众生 心都善良 能够跟中国古圣星星所说的 能力道德因果相应 跟十山夜道相应 我们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 摄迪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说得很清楚 极乐世界的居民 解释 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不但是善 善 上善 善分 上中下三平 他是上善 都是上善之人 所以他那个 故土好没灾难 人民快乐 就极乐世界 那我们这个世界 你一想想看 我们什么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是实物的世界 是善相反 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 齐心动念 杀到阴望 望于脸学 其余握口 齐心动念 是贪嗔痴慢 这是我 一切法 从心想生 我们这个世间居民 通通都是是我 所以 这世界出了问题了 社会动乱 崩安 地球 灾难 平凡 这是什么原因 不善的念头行为 所干的 佛在经上讲的两句话 我们必须要记住 跟我们的关系 太密切了 第一句话是 相有心深 我们自己 这是容貌 身体健康状况 从哪来的 善念 相有心深 你心善 你相貌就好 你身体就健康 你心不善 你相貌不好 你身体不健康 就相有心深 第二句话说 静随心转 我们居住的环境 与我们齐心动念 行为有关系 如果我们的念头善 我们的行为也善 我们居住这个地方 风调雨顺 什么灾难都没有 如果心形不善呢 那就是风灾啊 旱灾啊 水灾啊 这灾难都来了 现在我们说 自然灾害不是的 念头是干到的 很难得了 佛在经上 说这些话的 三千年前讲的啊 近代的科学家 真是的 这两年 到处传闻 这个预言家所讲的 2012 世界末日 这个灾难 讨论这个问题的人 很多 我在找你 跟世界许多宗教 接触 从来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今年 春天 我在澳洲 南部 访问 五个宗教 都把这个问题 提出了他 这五个宗教里头 有印度教 西克教 回教 犹太教 跟基督教 今年六月 我就访问 梵蒂冈 这天主教的圣地 我们跟教皇 见面 跟他们 主教团 来交流 也要谈到这个问题 是他们 主动提出来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 2012 并不是一定说是有灾难 科学家说的这个 跟佛法讲的一幕一样 这是人类的一个专利点 他们觉得 2012是宇宙之间一个循环 一个起点 宗典起点 这是第五个周期 不是最大的 是个局限的 就是 太阳 绕营火系一周 这一天 营火的中心 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 营火的中心是黑洞 引力非常大 很有可能 引发太阳黑磁爆炸 如果是大爆炸 它会影响到地球 如果我们认清 这个四世真相 这是人类 应该 骑我 骑我 应该要回头 把一切不善 阳气掉 重新做人 把地球带上一个美好的明天 正确的 这话真正一点没错 就是佛经常告诉我们 改变心态 一切发重新向神 我们阳气不善 回归纯净纯善 自己得度了 国家得度了 世人得度了 地球也得度了 好事情啊 那换句话说 如果不能回头 不肯改过 这个麻烦 就相当严重 科学家们 谈得很多 说得很好 很值得 我们做参考